康瑞颱风清洗台湾后 农业灾情惨重 11月1号已经有多个县市粗估 这一次农与损失多破上亿新台币 还有农民担忧会有延迟性农损灾害 因为后续如果有落国 无法接过等损失 难以估算 康瑞颱风过境后 一大早高雄骑山的香蕉农 就到田里巡视灾损及收拾残局 虽然这次康瑞颱风对高频影响 没有上一次山陀儿那么大 但接二连三的台风侵袭 也让果树大伤 影响太大了 摧残 第一次整理完第二次又来 第三次现在很惨 你看这一棵 它根本还没有办法成熟 但是它已经受损了 有的树它没有倒 可是它叶子已经被摧得差不多了 其实它要生出来的那个串串 没那么水 而且只能留很少 例如说本来可以留 九把十把 可能只能留四把五把 不仅是香蕉树体及叶子伤痕累累 果树类像是晚收的洛梨 及正在开花结果期的凌雾 也不堪台风连续摧彩 台风带来的翔降雨 也容易使果树泡水及腐坏落果 这样损失几层 这样差不多三层左右了 洛梨 损失三层 是因为台风天把它吹得起来 对对啊 台风的原因 又怕那个水 洛梨是怕水 怕水它会 水不推的话 它就会浸熟了 叶子催乱了以后 也拼新意嘛 就跑出新的叶子 然后整个产期都乱掉了 所以跟莲污抢养分 然后就造成 它的产期乱掉以后 然后莲污就变成了 落叠肉吧 农粮属出估 这次抗日台风受损作物部分 主要为食用玉米 其次是食用番茄 洋香瓜 市及二级水稻等 农民只盼台风不要再来了 让大家能好好恢复农作 有收成过生活 新唐亚太电视李娟荣 台湾高雄屏东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